哈囉大家好 我是雲霸 我們今天來測試這台Acer Pure Pro 這台空氣清淨機 它是適用於35頻的超大頻速的空氣清淨機 它的清潔效能會非常好 那我現在就是要來測試它的空氣清淨的效果 我點了9支 9支箱 同時燃燒 那我在這邊準備了兩組 第三方的檢測儀 分別是小米以及一個在淘寶買的 那這兩組的檢測標準都不太一樣 但是兩組擺在一起 可以給大家做一個比較公正的參考 那現在這9支箱還沒有燒完 我們就先等它燒完 燒完之後我還會再噴一些香水 來做這個除甲醛的測試 這兩個我會同時進行 分別是9支箱的PN2.5 以及香水的除甲醛測試 好 那我們就先等這個箱燒完 之後我們再把這個空氣清淨機打開 然後來做一次徹底的清除 看它多久可以把這個數值降到這個標準以下 好 現在這個箱已經差不多快燒完了 有一些已經燒完了 那接下來我要來噴一下酒精 讓這邊的TPOC的指數啊 讓它高一點 這一台已經很高到9.9 那這邊的甲醛濃度有超標 但是我要讓它再高一點 多噴一點酒精 好 現在香已經燒完了 那我接下來我要來測試一下 這台空氣清淨機的效能 那我現在把它開機 然後把它的風速調到最大 接下來我們來看它多久可以把這個空氣品質降到這個50以下 好 現在是600多 然後這邊的話也是600多 那我們看它多久可以降到50以下 然後這邊就暴落得了 還是一隻的 時間已經到了十七分四十四秒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DM2.5的指數啊 這一台是52.7 那另外一台是73 那依照我自己的標準啊 空氣品質到50以下你會感覺到舒適 但是真的要到乾淨的話 其實要到個位數 所以待會我要去接小朋友下課 那接完回來 那接完回來我們再來看一下他到個位數要花多久的時間 好我剛剛去接小朋友下課喔 那現在時間到了三十七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DM2.5的數值已經到個位數了 所以經過今天的測試啊 我們可以看見 他的這個清淨效果是確實有效的 他針對PN2.5甲醛 然後這些空氣的懸浮為例 都是確實的有效清除 OK以上就是這台Acer Pure Pro 黑五式空氣清淨機 針對大平素的 假停空氣汙染檢測報告 對大平素的 黑五式空氣清淨機 黑四式空氣清淨機 然後可以在一陣子